好 聽完大家的我覺得 你的會太陰暗了 我的才真的會很沉重 你們Ending要這麼沉重嗎 要 沒關係 我們還有以路當Ending啊 我是真的很沉重 我這邊有感受到 不能亮酒鬼承受不住就歇斯底里 可是酒鬼就還好啊 沒有 因為其實我本身是不喝酒的人 但是我近期的喝酒頻率是每天 而且我每個晚上要喝到 讓自己完全是一個昏的狀態 所以你是真的是最近才 我最近才開始的啊 應該是我們聚會之後耶 蛤 我也是擦我的護唇膏 蛤 我也有擦耶 我覺得是聚會之後 因為我那次喝了蠻多混酒的 然後我發現 其實我酒量好像還蠻好的耶 然後也沒有醉也沒有暈 也都沒有怎麼樣 心情也很 那天的心情是很OK的 然後我想說好 那我每天可以試著喝不同的酒看看 結果剛好遇到最近可能有太多的 煩心的事 對 就是很多的工作啊 或面臨到的所有的事情 你會覺得接收到的太多負面的一個情緒在 然後可是你的工作狀況 你又不能把你的負面情緒去給別人 你必須得消化自己 然後又要消化別人的情緒 所以我到晚上的時候 我是真的一定要喝到自己醉到 我老公快受不了 他覺得我是一個歇斯底里的狀態 所以你最多是會大罵人還是怎麼樣 我罵以外 然後我還會大哭 我的哭不是那種默默的流淚 我是真的大哭大吼 然後自己在講什麼都不知道 然後我老公就在旁邊這樣 啊沒什麼啦 那個OK啊 沒有什麼不能解決的啊 你就先把自己的狀態 我聽到這個我就更火再繼續灌 然後他隔天看到我這樣的時候 他就說你昨天到底為什麼要這樣子 我就說我不知道我最近都這樣子 我才有辦法睡覺 他就說你這樣是不OK的 你要先把你的狀態調整好 我說你告訴我怎麼調整 就是你知道那個是一個 多已經變得是有點像是 雙重人格 我自己都已經快要不認識我自己 甚至會跟我老公講說 我不想要再做這個工作了 我覺得 所以應該是工作上面的不順心吧 近期可能因為真的太多的 就是可能每一項的項目 或者每一項的工作 都有不同的瓶頸 所以會讓你把這些東西 然後又揪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會產生這麼負能量的狀態 跟我老公講因為他太樂觀了 他在說沒什麼啦 對 他可能沒有辦法幫你解決這件事情 但是他的安慰方式 你會覺得看起來像是有點敷衍 他是不喝酒的人是不是 他不辣喝酒 就他看到我這樣他其實有點 因為你以前是不喝酒的人 你是突然最近才變這樣 對 可是我非常偶爾會間斷性的是 喝酒會出現這種狀況 大哭喔 那個歇斯底底 你知道那種歇斯底底 對就是會大哭大罵 然後就是衝我女兒大罵 然後完全不記得 然後隔天我女兒就說 媽媽妳真的好可怕 我說我不想聽 然後可是我都說 我做了什麼 罵上話嗎 他說 然後或者是有時候他們會約同學 到家裡來玩 然後我就說 那妳同學有看到嗎 他說 那同學啦不要喝 可是那個同學 常常來我們家住 然後每次我就說 他們就看到那個阿姨又在喝酒 然後我一開始就跟他們說 妳看什麼 他們就覺得說 妳媽好好喔 他都跟妳們聊天什麼什麼 然後到最後就開始說 妳沒有妳聊天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妳都不收拾 我一家就說 壞熊 為什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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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管他管心 對 然後還開門 然後我女兒跟他同學在那邊 那個 好像在做報告 我說不要再我演戲了 是在線上表演 還是玩什麼 玩什麼線上遊戲對不對 演什麼戲 演什麼戲 你們 妳好辣 她同學會駕駛吧 有一次 有一次 你會摔東西嗎 我不會摔東西 但有一次那個同學 剛好也在 也是在我們家隔天 他們就在敘述說 我昨天什麼什麼 然後那同學就說 而且阿姨妳昨天還打我頭 我說 真的假的 放手了 我說我怎麼會打妳頭 他說妳突然怪了 然後就這樣往我後腦勺 霸下去 妳是以為她是妳女兒是不是 我說真的還假 我說對不起 因為妳真的不記得 我想說如果大別人小孩 我怎麼 這輩子怎麼哄下去 我跟她家長交代 天啊 學穎就還好啦 真的嗎 壓力太大喝喝酒 可是我覺得那個是 跟我以前是完全不會 我覺得你這個心境過了之後 你之後喝酒就會變成另外一種感覺 就會是開心的 就變享受的感覺 應該再喝酒一點就會變成開心 然後現在是在過度的 對 過來人的身分 因為後期的人都知道 就是偶爾有一段時間 你會突然是 變成是很 就是叛逆啊 負面 可是一下子就是開心 跳舞啊什麼的 因為我沒有辦法忍受 我自己歇斯底底這一面 其實我自己都知道 久了就習慣了啦 真的嗎 妳就會可以釋懷了 因為她都討厭妳自己耶 很久的時候 要聽一些開心的音樂 開心的時候 因為妳的情緒 隨著那個環境嘛 妳不要讓自己太低一場 不能讓妳心裡 搖擺才可以發現 我覺得妳只是想要甩奶吧 幹嘛假裝要為人家的 對啊 因為她覺得 今天都沒有秀到她的身材 我剛剛是搖頭 是嗎 妳剛剛不是這樣搖的喔 婷婷還好 會過去的 真的會過去的 Fighting 歡迎露姐咧 來 最後 妳的不會太黑暗吧 我的暗黑人格是 我剛剛比好像真的還好耶 無法控制對老公的瘋狂著迷 只要是水果我都要 克制不了對水果的收集 那第一句那是什麼意思 收集 就是 我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就是其實我對我老公很小女人 小女人OK 但是我說 妳說瘋狂著迷是什麼意思 就是只有她可以吃得定我 其實很多事情我都不想做 可是就是假如她一講 我就 好啦我來幫妳啦 然後妳會 然後妳會 妳會這樣一直看著她 然後覺得說 天啊怎麼 這麼帥是我的老公 那種程度吧 我是覺得她很可愛 她連喝醉倒在客廳都很可愛 怎麼了 就是很可愛 那妳會把她搬上床嗎 因為我老公如果倒在客廳 我真的 我不會 然後我女兒姐會說 哈哈爸爸怎麼會倒在客廳 太可愛了 我就說 那我們一起來跟她合照吧 然後我們就會 妳真的是瘋狂著迷耶 一起跟她合照 然後我老公就倒在客廳上 那妳老公是多長會倒在客廳 滿長的時候倒在客廳啊 有的時候倒在小書房啊 有時候倒在床腳下面 這一禮拜會有四次嗎 可能起碼有三次 然後妳都覺得她很可愛 就是 對 而且 不是 重點是妳要把她運到床上 妳知道那是多大的工程 我不要運啊 妳不用運 她直接拿到而已 她沒有要管她 她能回來就好 我不要運她 萬一她到床上 然後又吐怎麼辦 我不是更瘋狂 更麻煩 我就會覺得很煩 而且她睡 她連喝醉以後 她還會說 寶貝我真的很不舒服 我說好 那妳就在這邊就好 妳就不要動 然後就把她蓋個被子 然後她連喝醉都會說 我真的很不舒服 我很想去吐 我說好妳去吐一下 我覺得 怎麼連喝醉都很有禮貌 什麼 哪一段很有禮貌 不是 就是她會說 我真的 我不行喔 我要去吐 可是一般可能說 我不行 就是可以用吐 沒有啊 一般就是說 我要吐 快快快快快 可是對 她還會說對不起 所以很溫柔 妳在軍中到底都這麼說 太遠了 不是她很溫柔欸 她是賴男客人了 沒有啦 她是賴男客人吧 不是啊 對啊 有任何一件事情看不順眼 她讓我就是很多事情 都沒辦法招架 就是我就覺得 好像我人生被她控制 比如說就是 我以前就是我就覺得 我要在面前很想女人 我覺得我很享受 跟她在一起做自己 然後可以跟她撒嬌 最真實的 妳是愛撒嬌的人 我很愛撒嬌 只有她看過我的撒嬌 我第一次跟她撒嬌的時候 然後可能 失了力道 就是說 然後都 然後就爆了 然後就太重了 然後就被撞倒了 她就說被撞倒了 她就說被撞倒了 妳多大力的可愛啊 就是啊 怎麼可能撒嬌還會這樣子啊 不是 我自以為我很可愛 可愛跟我動作比較輕 但是殊不知她就 她撒嬌就覺得 我很像在跟她玩摔角 她說 寶貝 原來妳會撒嬌欸 好說 對啊 我只對妳撒嬌 她說可是妳的撒嬌很特別 可不可以輕一點 她說妳放一下可以輕一點 然後我說喔好 然後 比如說我看到我老公 跟我老公看電視 然後講到一些好笑的 我就說 蛤啊真的好笑 我就這樣 真的很好笑 妳是撒嬌嗎 對是撒嬌 對 然後我老公就 好大力喔 真的很大力 然後因為我以前 就是會對我的女生朋友這樣說 蛤啊妳們真的很好笑 她就她們就會說 妳打人很痛 我都會覺得她們在騙人 直到我老公那一次 我手又舉起來 所以我老公是這樣 你就是 在防禦了 在忍耐這樣 她怎麼會想要超出妳的 沒有她就 因為她我就突然間這樣 看著她的臉 看著我的手 然後我就覺得 我好像真的 原來我力氣太大了 對 她會全身都是傷很難 可是妳不覺得她們可愛嗎 她會忍耐 因為她知道我在跟她撒嬌 像這種 是不是很值得 很瘋狂的迷惑 她也不會說 妳都這樣很痛耶 她不會這樣 我不管做什麼事情 她都接受我 她接受我 百分之百的我 百分之百的我自己 所以妳真正的妳到底是什麼啊 小女人還是其實很Man 都有 可是她既可以接受 我很Man的小女人 對不對 我的小女人方式也是很Man 可是她都接受 她懂的是我的小女人 那她可以接受妳 收集水果這件事嗎 我不是收集水果 我是為了家庭 就是大家健康 然後因為我女兒也愛吃水果 所以我就很愛吃水果 跟買水果 然後我常常是買到那種 我拿不動了 以我的身材我要拿不動了 然後我才肯離開 並不是因為我夠了 前一陣子疫情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去市場 買那麼多水果的時候 我就用網購的 買到就是我老公都是受不了了 他就說 我們家就三個 妳為什麼要買那麼多水果 我說可以送鄰居 送大家 敦慶慕靈 他說可是真的吃不完 然後後來我就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說是廠商送的 贊助的啦 對 他買他就說什麼東西 都是廠商送的 然後從那一次以後 我那個小 聰明耶 對不對 妳有沒有過 那我可以說名牌都是廠商送的 有的廠商也可以送 哪一家廠商這麼好 哪一家 然後我就會說是廠商送的 所以以後變得是我買到什麼東西 我也不想我老公念我 我就會說都是廠商送的 然後就最近 我就買了一台很厲害的 空氣進化風扇 外型超時尚 他說我買的時候還怕說 我老公會不會又要罵我了 所以我本來想說是 萬一他罵我的話 我就說這是廠商送 如果他不罵我的話 我就可以自己邀功這樣 對 而且他就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唱片 很時尚 很時尚 他是一個塔形的設計 很帥 而且他這個設計師有得到 德國的紅點設計大獎 那很強耶 德國的紅點設計大獎 對 他非常非常的強 他其實是一個結合空氣清淨機 跟風扇的一個雙效的一個功能 欸 可是他這樣子 他空氣清淨效果會好嗎 超級好 我覺得我自己最有感的是 因為我買了以後 我老公說 早上起來 女兒好像都沒有一隻醒鼻涕 過敏的小孩 一直沒有鼻沙 一直沒有一隻哈啾哈啾了 那因為晚上的時候 我們就很愛開著它 所以到我女兒早上起來的時候 他都覺得非常非常的舒服 然後我買了這一台 我老公就是真的會誇我說 這是我買的 不是廠商送的 腰功 對 因為它裡面它真的很厲害 它裡面有一個 抗敏設計的 就是HEPOP13的濾網 它這濾網總共有三層 它第一層像 因為我們家的小孩也有狗狗 就會有一些毛啊 或者是灰塵 就是一些人可以 肉眼可見的那些灰塵的話 它第一層可以就是幫你先濾下 然後第二層呢 一些就是一些 你看不到的那些懸浮顆粒 還有一些髒空氣 一些有害物質 它也可以幫你整個隔離 然後可以隔離的效果有99.97% 然後它還有可以隔離 就是0.3微米的 那種非常非常細粒子的那些有害物質 懸浮微粒 對 看不到 而且它裡面還有一個UV燈 UV Nano的一個殺菌的一個技術 所以呢 它那個在頁面上啊 等於它會照到它 然後等於幫它殺菌 你空氣進去 然後經過它的濾網再出來的話 等於是可以幫你整個清淨空氣 又變得非常的乾淨 我們就是平常睡眠很淺啊 然後如果這種機器運轉很大聲的話 真的很受不了 可是它現在就是在運轉 它已經成功了 它是有開的嗎 它是開的啊 我一直以為還沒開耶 可是你沒有感受 而且這個還不 這只是它正常模式 它還有睡眠模式 所以它的分貝是更低 所以23分 所以摸到有風嗎 這邊有 而且完全聽不出來 如果是因為正常的人是20多分貝 你就聽不到了 所以它這個是23分貝 但是是美青的東西 我剛剛只是一個擺飾 而且 沒有 而且它 這個風蠻大的 它有 它風可以大可以小 而且它的氣流有可以直向的 還有就是整個闊 有100多度的 整個就是橫的 還有整個可以往直的 這樣 那你可以看它等一下會出來 出來哪裡 誰會出來 不是 它是一個峽谷式的設計 會有水果跑出來嗎 對 它是你老公 裡面 什麼 然後它就 超可愛的耶 老婆好會買喔 太可愛了 這裡 這裡有沒有 它這邊擋住了一個透明的 這個 然後它就整個 往上 因為我們很多人就是 像我自己 我為什麼會買它 因為因為我晚上睡覺的時候 如果說很熱的時候 要開電風扇 然後A 就覺得說 又不舒服 因為風扇吹著人體的時候 皮膚就會覺得頭會很痛 然後覺得太強烈了 可是它的風 它是整個這樣子循環的 就很像 若有事無 很像真的從那種山谷裡面 出來的那種 自然風的那種感覺 讓你覺得非常非常的棒 除此之外 如果說我們今天 因為它真的聲音太小了 有時候我們會忘記要關它 因為它一直在這邊默默的工作 我們就離開家裡的話 沒關係 它有內建Wi-Fi 它可以跟我們的智慧型手機搭配 太棒了 對 所以你可以就可以 人在外面的時候可以關它 或是你要準備要回家的時候 說今天好像霧滿很重 這天氣不好 那可以在家裡面先把它打開 提前打開 不是在外面先打開 它在家裡面都已經會先打開 等於是先跟它遠端遙控 然後我就覺得說 這一台真的很好用 我買了以後 我老公又更覺得 我是個賢妻良母 所以他覺得讚 所以你跟他說是你買的 你承認 是 你看我現在 好 反正我覺得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陰暗面 但這個陰暗面前提 自己是不要傷害到其他人 我覺得都OK 自己有自己紓壓的方式 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拜拜 謝謝